记者装饰型台北报道,冬季的韩国玩一多多,除了玩雪、滑雪之外,旅人还可参与遗雪、雪上游戏、冬季钓鱼等为主题的冬季庆典活动,体验不同的韩国冬季之旅乐趣。 韩国冬季是节有季节限定的冬季庆典,例如韩国冬季代表庆典之一的华川山川鱼庆典、平昌尊于庆典、太白山雪花节等其中,华川山川鱼庆典曾被CNN选为世界七大冬季不可思议,亦是备受外国游客青睞的奇异庆典。 华川山川鱼庆典将于2018年1月6日至28日在江源道华川举行。 庆典期间除了有冰吊山川鱼的活动,还有丰富的体验活动,例如从40公尺的高度飞速滑下的雪橇大赛、花样滑冰等。 在冬季运动区则让喜爱运动的旅人体验在台湾玩不到的冰上足球、冰湖比赛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庆典期间每天有徒手抓山川鱼大赛。 参加者可挑战在酷寒气候下徒手抓尊鱼感受独特体验。 2018冬奥组办的平昌所举办的平昌尊鱼节。 庆典已于12月下旬开始举办至2018年2月25日为止。 庆典期间除了有冰调尊鱼、雪上体验、冰上体验等丰富体验活动之外,还有冬季民俗游戏、雪上泛舟体验、雪橇列车等不同活动。 计划参与平昌尊鱼节的旅客可搭乘12月2日开通的京江县KTX至真副站结成旅游时间。 此外,旅客在2018年1月10日之前也能购买由韩国观光公社与韩国铁道公社Coreo共同推出提供与外国人旅客的平昌Coreo PASS旅客能在2月时使用并可物线次搭乘金江县KTX。 同是位于江源道的冬季庆典太白山雪花节将于2018年1月19日至2月11日在太白山国立公园、中央路、黄尺连堂等市区多处设立各种大型雪雕、冰雪造景如喷泉冰柱、雪花溜滑梯、星光节等踏入庆典的活动场地。 雪白银色世界造景引人入圣之外太白山雪花节还有独特的冰屋咖啡旅人不妨在冰屋内品尝热腾腾的咖啡享受冬季限定的咖啡体验太白山雪花节庆典期间在市区多处设立各种大型雪雕、冰雪造景。 韩国观光公社提供华川山川鱼庆典是韩国冬季代表庆典之一。 韩国观光公社提供华川山川鱼庆典在庆典期间每天有徒手抓山川鱼大赛。 参加者可挑战在酷寒气候下徒手抓尊鱼感受独特体验。 韩国观光公社提供。